明星中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幸抬头看 所长饶过谁 目光如炬 火眼睛睛 明察秋毫的更美所长 本期为你开发 熊带琳 看了熊带琳在跑男中的娇修淑女份 不少网友感叹 还是天然美女好啊 不过所长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 熊带琳也是整过的 不然一个人怎么可能从这样 变成这样呢 先来看咬鸡的位置 从侧面看 熊小姐的骨骼倒是没什么变化 所以应该没切过下额骨 那么脸变得这么小 就要感谢瘦脸针了 一针下去 裹子脸立马变成巴掌脸啊 这么一对比你就会发现 拥有大长腿不算什么 因为长腿小脸才是女神 长腿大脸那是什么鬼啊 虽然没切骨头 但这个区域还有其他问题 早期照片里 熊小姐的脸和脖子几乎都分不清了 而现在的照片中 她的下颗骨轮廓特别清晰 当模特这么多年 熊小姐一直都超瘦的呢 发生这种变化 肯定不是因为减肥 而是因为下额元西枝啊 再来看看鼻子 之前 熊小姐的鼻子感觉鼻孔都要翻出来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女版尔康嘛 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 修一下鼻翼 分分钟尔康变子微 还有 熊小姐的眼睛也太太太小了吧 开个眼角就行了 亲 看这张图 虽然妆很浓 也能看出内眼角不是很自然 不过 熊小姐发生的最大变化 其实是在这里 对于模特来说 熊小不是坏事 但要在演艺圈让人过目不忘 太平公主就不行了 龙兄之后 熊小姐立马拥有身高 拍这种大尺度照片 也不怕不怕了呢 虽然和长跑七年的郭天王分手 但熊小姐从大方脸 单放眼 脱嘴和翻鼻孔 变成现在的标志小脸 而且拥有了富商新男友 也算是成绩斐然了呀 像像熊带琳一样 长相桃花韵全都大翻身 下载所长东家的更美APP 女人成功的秘密就在这里 还可以关注更美微信公众号 更多明星整容八卦在这里等你哦